那個電磁波會干擾我們的細胞膜表面 有一個鈣離子通道 然後就引發後續很多的氧化反應 那就自由基就一直升高 失眠 自律神經失調 甚至包括一些莫名病症 慢性發炎 慢性疼痛 甚至最後累積到後來 可能會引發這個癌症細胞 我會多評估一個叫做 臥室的電磁波污染 最常見的污染就是現在人 就是手機在床邊充電 現在我手上沒有電器 但是我另一手就在檢測的儀器上面 現在測出來是0.59、0.6左右 現在手機在充電的狀態 哇 好好 它從0.6 馬上飆10倍以上 怎麼會這麼高 這代表這個充電的電線 也讓你人體吸收了 我的書裡面有提到有七招 幾乎五成以上的病人 都跟我報告說 在一兩週以內馬上明顯打算 那第一招最重要就是說 歡迎來到如果已經知道 生活當中的大小事問凱雲就知道 哇 今天這個真相 可能會讓大家嚇一跳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 退休之後也輕鬆啊 沒有什麼壓力 但是就是這裡痛那裡痛 這裡不舒服那裡不舒服 像逛醫院一樣做了各種檢查 都說你沒事 原因說不定就出在我們生活當中 各式各樣的電器 甚至是你每天在用的手機身上嗎 我們今天請到的杜醫師呢 你自己原本喔 睡眠上有很大的困擾 你是精神科醫師 怎麼會也睡不好嗎 真的我十歲左右 大概小學三年級 就被受失眠所困擾 要入睡可能要花三四十分鐘以上 甚至一百多小時 那一直找不到原因 對 那直到四十五歲 就是大概八年前 我看了一本書叫《接地氣》 接地氣 翻了幾頁馬上照書做 晚上九點去公園 試腳踩草地 就這麼簡單 然後咧 那踩了三四十分鐘之後呢 我那一天晚上回家洗完澡 馬上在大概三分鐘之內就入住 哇 差別很大 本來在床上要煎個魚啊 可能三四十分鐘 然後我只要再繞一些白天的事 就覺得腦部沒辦法冷靜下來 冷卻下來 那從這個《接地氣》的書 這個非常有效的入睡經驗之後 我們就繼續深入研究 就找到電磁波其實會影響我們人的 失眠 肢力神經失調 甚至包括一些莫名病症 就是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到處檢查好多個科 甚至十幾個科 找不到原因 你因為自己本身是醫師 來看失眠的人應該也很多 你自己身上都發現有沒有改變你 對於病人 他的治療方法 因為一般失眠 可能就開一個鎮定的藥等等的 你呢 正常而言一般精神科醫師 或者駕醫科醫師 他在評估失眠 通常就是給藥 對 最簡單的 因為原因真的很複雜 有時候是生活壓力 工作壓力 人際關係 失戀等等 最近很多就是被詐騙 壓力好大 腦筋腦火睡不著 但是我這邊的情況就是說 我會多評估一個叫做 臥室的電磁波污染 最常見的污染就是現在人 就是手機在床邊充電 手機在床邊充電 對 有時候有個台燈 對 或者有個電腦啊 電風扇啊 都離床不到一公尺 那我會評估病人這些習慣 這些臥室的電磁波污染 然後告訴他們怎麼樣去解決 所以聽說在你的診間 大家還要把家裡面的平面圖 大概畫一下喔 你用這樣的方式來查房就對了 對 所以我把這一套叫做 邊看診邊查房 哪一個醫生可以一邊看門診 一邊查房 這個查房是查它房間的 電磁波的狀況 所以你要它改變之後 大概有多少的比例 就變得睡得比較好了 那原本用藥也減少了 幾乎五成以上的病人 都跟我報告說 在一兩週裡面 馬上明顯改善 一兩週這麼快 對 甚至是第一天 喔 好喔 那真的很值得大家嘗試 雖然說失眠的原因非常多種 但是這個方法 待會要教大家的 不花錢 而且你馬上就可以做 那杜醫師你先告訴我們 電磁波它的激軟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會影響我們 好 這個科學界一直在研究 二三十年來一直在研究 那所以包括美國的一些教授 生理學 病理學 他們其實找到十幾個原因 非常多 但是最常見的 最重要的我認為 第一個就是 電磁波會干擾我們的副交感神經 等於是壓抑住了 壓抑住這個放鬆的 我們要睡覺的時候是 副交感神經要升高 我們人才能夠放鬆平靜 就讓它干擾了 對 那第二個最重要 就是在細胞層次 細胞啊 對 剛剛那個是神經的層次 對 生理 神經層次 第二個是細胞層次 那個電磁波會干擾 我們的細胞膜表面 有一個鈣離子通道 讓它一直打開 時不時一直打開 對 所以細胞外面的鈣離子 就跑到細胞內 然後就引發後續很多的氧化反應 那就 自由基就一直升高 那細胞內的自由基濃度 不正常的增加之後呢 就會引發後續很多的 後面的生理效應 包括免疫功能被干擾 包括慢性發炎 包括慢性疼痛 甚至最後累積到後來 可能會 引發這個癌症細胞的發展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慢性發炎 慢性疼痛 找不出原因 說不定就是因為這個來的 好 那杜醫師今天很重要 我們要怎麼樣 遠離電磁波 你說第一個方法 跟大家充電的距離有關 沒錯 我的書裡面有提到 有七招 那第一招最重要就是說 任何一條電線 都要離你的床 一公尺以上 離整張床 一公尺以上 對 那可以做一個實驗嗎 可以啊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先告訴大家 我一般正常來講 如果我們手上沒有拿 任何電器的情況 應該電壓是多少 你先告訴我們 要看環境 如果你環境旁邊有電線 有電器 那你就會比較高 是 如果離一公尺以外才有 那就相對偏低 像目前這個延長線 它就代表一個 110不特的電 所以我一手放著嗎 對 來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數據 0.6 OK 0.6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正常值我們如果在大自然裡面的話 我們身上電壓應該是 10的負6次 對 百萬分之一 對 那目前 看到的數字呢 0.59 0.6 對 一般我們要 白天要求要是小於1伏特 睡覺的時候要小於0.1伏特 哇 OK 現在我手上沒有電器 但是我另一手呢 就在這個檢測的儀器上面 剛提到我們手機 只有是人體最貼身的電器 如果在沒有充電的情況之下 會有變化嗎 現在看起來好像差不多對不對 對 0.61左右 沒有太大的變化 沒有變化 接下來 杜醫師你說插電之後完全不一樣了 沒錯 好 那我們來測測看喔 現在手機在充電的狀態 那我一手 一樣捏著儀器 對 對 看一下多少 哇 6 它從0.6 哇 馬上飆10倍以上 怎麼會這麼高 沒錯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這個充電的電線 也讓你人體吸收了 對 這就是你剛剛提到說 所以在床的四周 要距離1公尺 以外才可以放電線 好 那你說如果 這一條線不是接在我手上 而是直接接在電線上的話 又會有什麼變化 好 那你把那個充電頭拔掉 充電頭拔掉 好 那我們來看喔 接過去喔 來 讀一下數字 哇賽 它現在已經觸到了29.7了耶 對 所以這個充電頭 並不是它標示的DC5伏特 而是它同時會有交流電 29伏特進來 所以怪不得剛剛你摸手機的時候 是6到7伏特 哇 這太可怕了 我們都不知道說原來電 真的到我們的身上來了 沒錯 好 所以第一招一定要在床鋪 1公尺外 才可以有這些充電的設備 然後睡覺的時候 手機基本上充電的話放遠一點對不對 對 好 那第二招呢 第二招就是你的床 或者床面的櫃子 不能夠壓住任何的空的插座 空的插座 沒有任何插座也是有事情喔 蛤 因為我們都用儀器這個去測過 對 空的插座像這樣子 空空的 它其實表面也有一個500單位 甚至1000單位左右的 V per M 它是電廠的單位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大家的床鋪 剛好有一端是壓到這個 對 壓到一個插座就好 這樣它就會 電就會沿著床鋪上來了 對 電壓會上來 但是電流沒有上來 是 好 所以大家回家趕快檢查一下 那第三個方法咧 第三個方法就是我們要在無線電波的部分 盡量去擋掉 或者可以關掉 是 譬如說我會跟病人講說 睡前啊 你的Wi-Fi機啊 種子放在客廳 那盡量關掉 好 那手機的話呢 如果不能開飛行 對 就要用禮箔紙去遮起來 嗯哼 然後把它的波擋過去 那藍牙手錶也盡量是 不要連線 好 不要連線它還是可以記錄 是 還是可以記錄你的心跳 睡眠等等 我們發現很奇特的案例就是 竟然有些Watch 藍牙種子斷掉之後 它還是會加速很強的波 OK 我想大家一步一步 在你的生活當中改善 首先 床鋪周邊不要有這些充電的 然後不要邊充邊睡覺 因為這個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再來床鋪如果剛好呢 壓到了 就算沒有插電的 對 一樣 居然也會導過來 再來Wi-Fi機 晚上可以的話 記得就把它關掉 然後藍牙關掉 因為手機就已經飛行了 你藍牙要幹嘛咧 對不對 還不如省下來 好 那如果說接地器的部分 我們可以怎麼樣接地器 我的成功經驗就是 親身去採草地 那是在戶外大自然的地方 那你如果沒有草地 至少黃泥土 或者是草場旁邊有個鐵欄杆 鐵欄杆 比如說剛才鐵欄杆 為什麼採鐵欄杆 它也是孤立在地上的 鐵是很好的導體 所以你手摸著就有效果 有些地方你不方便脫鞋子嘛 是 那就可以用手 包括吊單槓都算 哎呀 我覺得是太棒了太簡單了 原來在公園裡面的這些小用具 對我們還可以有把電給引走的這些方法 對 那如果在家裡頭 很多人可能是塑膠的地板 或者是磁磚或者木頭地板 我們直接赤腳踩會有什麼差異嗎 我是鼓勵病人 可以叫做不要穿拖鞋 不要穿拖鞋 直接在你家的磁磚 拋光石銀� 或者是大離石等等 這樣去踩 那你身上的鏡面就會排出去 甚至還可以同時吸收大地 很好的一個叫做 負電子 磁磚我們都可以吸收到 對 因為不管你幾樓 因為那個鋼筋 最後還是有下地 整個在地盤裡 所以其實 還是可以吸收到所謂的地氣 那現在有研究一個叫 電子營養 它是帶負電的 那就會中文的細胞內 過多的自由基 這個是有很多國外的論文去證實 好 所以在家裡頭有磁磚的話 可以踩大概要踩多久 因為你第一次踩草地 踩了30分鐘 對 在家裡要踩這麼久嗎 就不用計時了 回家就輕鬆 當然如果冬天覺得太冷 還是要穿個襪子 穿襪子也可以嗎 對 穿襪子可以 不一定要吃腳 對 可是棉襪薄的 甚至是有個草席做的拖鞋 全草席下面沒有那個塑膠墊 這麼棒 好 那如果家裡頭是木頭的 跟這種 比方說貼皮的那種塑膠之類 它也有辦法幫我們把電給排除嗎 那就減弱很多了 因為一些超濃膜地板 塑膠地板 它就是絕緣的狀態 是 那石木的話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些水分 毛細管還有一些水分 多少還是有一些效果 但是它同時會導引旁邊 這些電線的電壓過來 對 所以最好的是磁磚地板 OK 好 今天大家學到很多方法 還有什麼在生活當中 你覺得很簡單 大家馬上可以做的 那大概就是要注意無線電波的部分 這些藍牙耳機 能夠短時間用就短時間用 對 不要太長時間去用 那第二個說 你穿的衣服 今天是天然材質 像女性為什麼那麼多容易靜電 包括絲襪 有耶 包括 我真的好容易靜電喔 是 這個一定要處理 否則你就是變成靜電拖把 靜電拖把 靜電拖把 所以大家的病菌啊 粉塵 都跑到我這裡來啊 對 那就感謝你 蛤 那為什麼我們會容易靜電 而且你說女生 為什麼 因為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 鋸脂纖維 鋸脂纖維 為了漂亮嘛 造型 都是化學纖維 那跟皮膚摩擦之後 就容易累積靜電 那所以盡量將純棉的 棉麻 絲綢材質 雷銀等等 比較天然材質 是更輕鬆更OK 睡前生活當中我們 仔細去觀察一些細節 就會發現原來電 都不時的在影響我們 對 無所不在 好 醫師說這叫電污 電的污染 請大家用自己的方法 不用花錢 你現在就可以做 甚至呢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會有感覺 那尤其失眠的人呢 可能很快的 就可以睡得好了 睡得好 身體什麼毛病 都漸漸散去對不對 對 因為睡眠影響下游的 八大健康問題 心血管啊 這個代謝啊 是 這個免疫健康 還有精神健康等等 好 那麼請大家 記得要開始做喔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做了哪一些 你有沒有把手機 原本在充電的拔掉 或者你家裡頭 原本有延長線的 就在床鋪的旁邊拔掉 你告訴我們 你做了什麼 杜醫師也會看喔 下次杜醫師說不定 就來教我們更棒的方法了 如果已經知道 生活中的大小事問凱雲就知道 好 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下次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 會搬送 請按下贈 按下 把你保留 按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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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下